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也是江西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可惜后来兵败被俘英勇就医 牺牲的时候 年仅三十六岁 今天我就和大家说说方志敏的事情 方志敏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市 家里世代为农 八岁的时候就读了私塾 在十二岁的时候 由于家里的担子比较重 就辍学回家了 十七岁的时候 乡亲们凑钱将他送到了县力高等小学 由此接受了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1922年春天 方志敏来到上海 并且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还认识了陈独秀 徐秋白 韵戴勇等人 后来一起出版青年生猪报 宣扬了马克思主义 1924年3月 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江西创立了党组织 随着几年的运动发展 在 1929年创立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 在1930年的时候 方志敏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 并且转战干东北地区 为我党的发展 做出了很多贡献 展开全文1934年的时候 方志敏 素玉率领的红军 遭到了国民党部队的围剿 在谭家乔镇 石门港 白亭被王耀武的军队包围 一万多人的军队 只有素玉率四百多人突出重围 而作为指挥官的方